在清朝,嘉庆的前四年皇帝生涯,不比康熙容易,康熙面对全臣敖拜,尚且能保留帝王的尊严,而嘉庆面对自己的父亲,太上皇乾隆,可以说非常憋屈。 乾隆在位六十年后,以不能逾越康熙为由,把皇位提前传给了儿子永远,即为嘉庆帝。但乾隆仍旧继续殉政,嘉庆身为皇帝,其实干的是皇太子的活。 嘉庆即位后,乾隆让嘉庆跪拜九岁小孩的墓,嘉庆不去,听到六个字后嘉庆愿往。 且说嘉庆继位之初,乾隆就让嘉庆去跪拜一个九岁小孩的墓,注意,乾隆说是跪拜,不是去祭拜。 皇帝祭祀,除了自己的祖先和天帝,其他是不需要跪的,但乾隆却明确让嘉庆去跪拜。 这个九岁小孩是谁呢?他就是嘉庆的二哥,爱心绝罗,永连。 嘉庆的生母是令妃,后来生为皇贵妃。 而永连的生母是复查皇后,也就是说,永连是乾隆的嫡子。 只可惜这个孩子命薄,九岁就去世了。 众所周知,乾隆最喜爱的女子,当树嫡妻复查氏,也就是孝贤淳皇后。 雍正八年,乾隆当时还是弘历的嫡子,也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子降生,雍正亲自给这个孩子赐名为永连。 据说这个名字有继承大统的含义,当时宗室里已经有一个人叫永连了,雍正得知后,下旨让他改别的名字, 一定要乾隆的嫡子叫永连。乾隆刚刚继位,就秘密立下永连为皇储,极端会皇太子。 当时乾隆有三个儿子,长子永皇,四子永连,三字永张。 永张只有一岁,永皇已经八岁,但乾隆独爱只有六岁的永连。 在乾隆的立储秘址上,他这么评价自己的儿子,永连乃皇后所生,朕之嫡子,聪明贵重,气宇不凡。 以命为皇太子已。 可惜永连只活到九岁,就夭折了。 但嘉庆内心不愿意去跪拜这九岁的孩子,因为在清朝,皇帝只跪拜天地父母和祖宗,不用对哥哥行礼。 此时,嘉庆的老师朱龟劝他六个字,帝贵兄,乃家里。 朱龟的意思是说,你不要把自己当成皇帝,在普通世大父家中,弟弟贵兄长,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 嘉庆听了这六个字,心里才算平衡,跑到朱华山跪拜一番,回来向乾隆交差了。